哈啰 各位大家好 我们现在在吃最近很火热的一个炸鸡店 什么炸鸡店呢?就是这一家 叫做Louisiana Kitchen的Popeyes 那今天呢我们点了三个餐 其中一个是Nan Bar One Nan Bar One的汉堡 这个 里面是包的汤和炸鸡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吃啦 然后我们是点三个combo的 三个餐 第二个是点它的四号餐 四号餐就是这个炸鸡 我们点的是四菜的吧 然后再点了一个五号餐 Tender Chicken Tender 鸡柳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简单的几分钟分享一下我第一次吃的感觉 我第一次吃的感觉 然后呢 要变成这样子 好 好 首先呢我先来尝一尝 这个叫做马铃薯 我先吃个原味先吃个Tender 哦很嫩哦 这个肉拿起来很嫩哦 你看很嫩哦 吃吃看哦 听说在西门丁大家排翻了 开了第一家 这是美国中国很有名的那个炸鸡 好香的 好香的一个炸鸡味道 这油看起来很很新鲜的油那样 嗯 咸度适中 口味不会太淡也不会太重 然后还有这个看起来像鸡胸肉 感觉啊 不会太柴 不会太柴 好 好 一百分满分呢 第一次吃这种感觉的 可以给个 八 八十八分吧 哦 跟那个chick foley差在哪里 chick foley呢 吃下去稍微juicy一点 可是chick foley也要看每一家有一点点不一样 好 最下来呢 试试看看这个 炸鸡腿 炸的也是酥皮酥皮的 好来吃一口看看 哦 里面就有juicy了 这个鸡腿很嫩 还可以 可是 它皮是有点微辣 因为我们点spicy的 它有经典款跟spicy的 clastic跟那个spicy 那吃起来spicy跟 嗯 坦白说 第一口 还可以 蛮嫩的 比肯的鸡好吃 跟chick foley比呢 chick foley的鸡腿没吃过 不过如果是跟它一般的肉比 当然啦 会比较嫩 不过它这鸡腿算是我吃过炸鸡 算是全三名的嫩 还不错 给92分 再来就这个汉堡 好来 这是它第一号餐的汉堡 这是应该算是鸡排 鸡排肉 鸡排肉的那个 鸡胸肉吧 来来 吃吃看 它里面包就是包这样 这是被 可以 Ryan咬成这样子 好 吃吃看 还蛮嫩的 好 那坦白讲还可以 个人感觉呢 我说真的啦 比每次的炸鸡来比 比我第一次吃 除了刚刚那个鸡腿之外 其他我觉得它的炸鸡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chick foley 我会比较合我的意 可是chick foley你要看 是哪一家 因为有一家有鸡 像华人区的chick foley 会稍微干一点 至少我去的那一家 好 然后有的 有的 可能真正老爱中的 会比较 再湿了一点 好 那这家整体呢 100分 我可以给 pop ice 我可以给 90分 90分 那饮料就是跟薯条呢 薯条吃吃看 薯条 很新鲜啦 不过还是差那个 DNAGAL一点 但那个酱 这个啊 酱也还好 当时我吃吃看这个 来 这给你 这叫做马银薯 叫什么 吉斯比啊 什么 米苏吉 什么东西 好 就这个啦 好 嗯 这还可以喔 它的马银薯泥 加上那个蘑菇酱 好 整体来讲呢 90分啦 也是可以吃啦 那你如果要我排队 排超过20分钟 我是不会排 好 好 祝大家愉快 好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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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